虎啸部队是台湾陆军的一位老白部队 虎啸部队的臂章为了突出部队别称 更是闻了开口咆哮的猛虎在上面 老虎代表抗日龙龄战役 颁获的荣誉虎旗 下方的红白蓝条纹象征青天白日满地红 外围的黄边象征黄浦建军革命精神 该部队目前驻扎于台湾新北市淡水区 全称为陆军关渡地区指挥部 编配于台湾陆军第六军团指挥部 前身是台湾陆军步兵第226师 在上世纪70年代时 以防台北县淡水镇 因靠近台北市北投区关渡 所以也被称为关渡师 虎啸部队最早追溯于国民革命军陆军 警卫第一师 警卫第二师 随后改变为国民革命军第87 88师 相较于台湾陆军其余部队 虎啸部队在陆军装备上还是较强的 虽然与台湾陆军目前最强战力的 庄甲第542履相比 有着一些的差距 但总体来看还是很强的 该部队于1933年9月28日 由陆军第87师第88师之一部 在南京成立国民革命军第36师 1937年参加松户会战 配属在中央作战军第9集团军第78军会下 军长由师长宋锡连中将兼任 1937年12月参与南京保卫战 受唐生志指挥 主要防守下关地区 抗战后期改立第20集团军第54军 主要属于中缅战场远征军的作战序列 退守台湾后 部队经历多次更改编制与翻号 最开始由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0军军部 与陆军步兵第147师所属一个团 合并整编为陆军步兵第26师 后执行前瞻计划 改组整编为陆军前瞻步兵师 1969年12月执行加和一号专案 改组整编为陆军野战重装步兵师 1976年1月更改番号为陆军步兵第35师 同年8月更改番号为陆军步兵第226师 2007年初执行精进专案 将下辖陆军步兵第178旅 陆军步兵第176旅 合并整编为陆军关渡地区指挥部 至此部队编制和番号沿用至今 部队配置方面下属两个机械化步兵营 其中各包含一个营步连和三个机械化步兵连 两个联合兵种营 其中各包含一个战术支援连 一个火力连 两个机步连和一个战车连 一个炮兵营 其中包含一个营步连和两个炮兵连 主要武器配置方面装备有CM34云豹装甲车 CM34云豹装甲车 火力军在之前的武器资讯中有过详细的介绍 本篇就不再重复介绍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火力军的往期视频 三菱机炮车 三菱机炮车是在云豹装甲车的基础上 加装台湾自行研发的30公里机炮炮塔 拼凑而成 成员编制为三名车组员 加6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总共9人 采用双人炮塔设计电力驱动 搭载的是自ATK采购的MK4430毫米机炮 有效射程3000米 可以发射穿甲弹以及高爆弹等两种 30毫米机炮被射量为420发炼炮弹 其弹链轨道以机炮为中心 各自向左右往下垂 并沿着炮塔栏左右延伸 一边装载穿甲弹 另一边则装载高爆弹 共分装210发 除了机炮以外 炮塔也整合了一挺7.62毫米同轴机枪 以及车长所使用的TC-74机枪 与云豹搭配的双人炮塔 具备与底盘一样的防御力 在夹挂外挂装甲之后 都是正面60度防御1000米外 射来的25毫米翼稳脱壳穿甲弹 侧面防御200米外射来的12.7毫米弹 重型装备方面配备CM11永虎战车 CM11永虎是美国通用动力公司 与台湾陆军战甲车发展中心 共同研发的主战坦克 于1990年4月14日正式公开 作为M48坦克的一款衍生型 亦称M48H主战坦克 CM11是将M48A5PI坦克的炮塔 安装在M60A3坦克的车体上 再服以M1坦克的射控系统 所结合的混合坦克 受限于原始车体和发动机限制 CM11永虎坦克的火力与机动力 只相当于美国第二代坦克中的M60A3 基本防护力则还不如1960年代 采用长臂型炮塔的M60A1 由于炮塔套用较早期的M48A5设计 而这款炮塔是源自1950年代中期的M48坦克 炮塔装甲的厚度比M60A1单薄 炮塔装甲最后的正面部位仅厚110毫米 侧面和后方只有50至76毫米 而且炮塔是传统铸造 难以抵挡现代的高爆榴弹 与翼文脱壳穿甲弹 对抗现役坦克只能仰赖地形掩护增加生存几率 由于CM11炮塔内部空间比M60A1及M1坦克狭小 虽然选用的射控系统是源自先进的M1坦克 射击精确度与早期型的M1同级 但内部散热空间不足 射控系统容易故障 也缺乏足够空间 供持续升级改良 除非大幅改造炮塔或直接更换炮塔 否则难以升级使用120毫米口径炮 由于这款坦克性能实在落后 2018年12月 台湾军方提出从美国采购108辆M1A2坦克的计划 以此取代早已过时的CM11 此项军购案已于2019年7月获美国批准 预计首批于2023年交付 火炮方面配备M11自行榴弹炮 是美国生产的履带式自行火炮系列之一 也是战后美国制造的自行火炮中 装载火炮口径最大的一款 M110的开发时间于1956年1月开始 为取代当时服役中的M55自行火炮 及上面所搭载的M115榴弹炮 由于当时美军的共通化需求 因此与M107自行火炮采用了共通底盘 原型车T236于1958年完成 但因为美军当时同时进行柴油引擎化作业 因此原型车进行了引擎改造 此项作业隔年完成并进行测试 于1961年正式以M110的编号投入量产 是一款相对落后的60年代火炮 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 于1997年正式公开推出 是台湾军方参考各国自行研制的多管火箭炮 以M997轮行载重车为载具 搭载一具万用框架 可配合各种不同的快速装弹模组 其中配备MK15火箭模组 由公封6型火箭弹改良而来 弹径同为117毫米 为可定时空炸性管的钢珠高爆弹 每一枚中含6.4毫米钢珠6400颗 对软性目标杀伤力惊人 一个MK15模组有20发 雷霆2000可搭载三个模组共60发 射程15000米 MK30火箭模组弹径为227毫米 同可定时空炸性管 除8毫米18300颗钢珠高爆弹外 尚有双效子母弹 子弹头可贯穿8-10厘米钢板 可击穿半装甲目标 或设定为榴弹刺弹屑 岩石杀伤人员 一个MK30模组为9发 雷霆2000可搭载三个模组 射程3万米 总的来说 虎啸部队是一支较为精湛的部队 他从创立到现在也做出了很多贡献 已经走过近百年的时光 那么你对这支部队的印象是什么 欢迎打在评论区 下期内容更精彩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